这部电影在内地封禁十年 却在国外拿奖拿到手软 由于太过真实 本片也被无数网友 称为后劲最大的文艺品 不是开局便是高能 这个名叫周三的男人 正打算回家给母亲过生日 可谁知 半路却被三个劫匪拦住了去 老板 我寻一顶梁是姐姐花王 快下 利索点 快下 看到眼前的一幕 第三个毛贼彻底吓傻了 他突然感觉钱也没那么重要 反应过来的他转身就跑 可周三并不想放过他 见毛贼越跑越远 于是周三果断骑上摩托去追 那三个毛贼到死也想不到 他们抢劫的正是抱头狂摩周三 周三从小就饥饿如仇 只要招惹了他 他就会置对方于死地 长大后更是以抢劫为生 而他抢劫的方式也很简单 找好目标一枪抱头 然后拎上钱袋子就跑 全程沙发果断 没有一丝犹豫 这次为了给母亲过手 周三不得不冒着危险回家 途中他换了五辆摩托三艘轮船 可以看出他的反侦查能力很强 回到村子后 周三看到母亲的院子里坐满了人 而这些人全都是来给他母亲过手 由于周三多年没有回家 妻子和儿子在见到他后难免有些生疏 周三捏了捏儿子的脸蛋 可谁知儿子吓得转身就跑 然而当周三的母亲再见到周三后 脸上瞬间就没了笑容 因为母亲知道 儿子在外面做的事都见不得光 面对母亲的冷漠 周三早就已经麻木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向母亲敬想 在给母亲拜完寿后 周三便带着妻儿离开了 由于多年没见 周三和妻子早就没了共同话题 所以两人都不知道说什么 这是妻子率先打破僵局 显然周三在外面干的那些事 妻子全都知道 妻子劝周三收手 并表示想和周三过安稳的日子 可他转念一想还是接受了现实 因为自从嫁给了周三 他就知道周三不是那种安分的男人 然而就在这时 周三的大哥二哥却突然找上门来 原来两人是来和周三平分母亲离经的 开始给你们两个交代 妈这回过七十大手 我们中共收了已经收了一万零二百七十块钱 办了十二种 买肉 买菜 买酒买盐 中共花了六千四百七十七块三九三 还清了个利益 花了八百块钱 再加上些零零星星七七八八 同工都花了七千四百八十五块十九二 中文都花了六多钱 他都还剩到二千七百八十十块五九八 那钱呢不整个项链 我们兄弟三个 加上妈妈一个 一人一份 做十份分下去 钱都分好 二十分这种料 买的买的 我那时候不养 你给妈妈 半十七还买了一条 胶子烟 都是那么多 还九根 能够 一个人三根 分了 大锅做事情 从来都是一碗水短片 等大哥二哥走后 周三点燃了那三根香烟 别个都是大年初一才摆认 我只是在摆桂 紧接着周三就朝着东西南北各拜了三下 你们要管 都管老天爷 有啥子想不通 都去问他 晚上村里的乡亲们都在娱乐放松 周三也想融入其中 可他绕了一圈后却发现 自己和乡亲们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然而没多久 就有两个村民因完牌发生了矛盾 看着两人扭打在一起 周三不屑地笑了笑 因为在他眼里 这种打得像小孩子一样幼稚 回家的路上周三恰巧遇到了正在看烟花的儿子 来会儿给你传个跑 你传个跑了 嗯 第二天 周三就早早地起了床 他打算临走前再干票大的留给七二 于是他便来到车站踩点 为了干完方便逃走 他分别买了三张不同地方的车票 随后又假装商贩来到五金店 他谎称去厕所让老板娘看包 实则是故意制造不在场证明 接着周三就换上了蓝色工装服 为了更像工人 他还顺走了一辆小推车 很快他就来到了一家银行门口 然而没多久 一对中年夫妻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确认目标后 周三便戴上眼镜跟了上去 不到两分钟 周三就成功抢到了一大包现金 只见他把皮包装进黑色袋子 然后迅速脱掉工装 在逃跑的路上 周三遇到了一辆拉满牛的货车 而车上的牛刚好和周三帽子上的牛相呼应 这也预示着 最后周三会被囚禁在牢笼之中 为了避免暴露行踪 周三丢下摩托车转坐了大坝 然而当司机开到一半路程时 他便叫停司机在中途下了车